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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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开全局手写 全局手写温馨提示 全局手写可以在所有应用页面进行手写 主要用来解决第三方应用手写慢 和对某些页面进行手写偏激保存图片 嗯 得问题吧 一 手写模式 优化第三方应用手写速度 如WPS OneNote 印象笔记等 二 图片模式 图片等应用 页面手写编辑 再通过顶部状态栏设置 超级截屏保存手写图片 听起来非常香 有没有哦 我们先来试一下手写模式 它这里有三种笔 一个选择 钢笔 铅笔 毛笔 和它机器本身自带的这几个笔形是一样的 然后颜色有黑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青色 总共提供了七种颜色的笔 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调节笔的粗细 好的 那我们现在打开了全局手写 我们来写一下看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会不会还有之前第三方应用这种拖拽感 这种刷新率慢到怀疑人生的这种感觉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款是 设备是 大我公司出品的7.8英寸的彩色墨水平 是不是很令人难以置信 它的这个拖拽感 它这种刷新率慢的问题就完全没有了 现在这个刷新率已经基本上 跟它的这个自带的笔记应用的刷新率 其实是在一个水平 全局手写模式下呢 你这个笔记刚写出来的时候它是黑色 但是呢你松开之后呢 然后就会过一下 它就会自动恢复成为你在这个 OneNote应用里面选择的这个笔的颜色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选择笔的颜色是红色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切换成蓝色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写 它出来的时候刚开始仍然是黑色 但你放手中了 它就马上就会变成蓝色 在这个全局手写这里选择的这个笔的粗细啊颜色啊 是没有关系的 它最终显示的颜色呢 这个WPS或者说OneNote 还有印象笔记去做任何的这个 在电子墨水屏上面去做书写 但是目前它有这个全局手写功能之后呢 可以说解决了这个一大痛点 终于让我们可以愉快的使用墨水屏 来做一个笔记了 而不仅仅局限于使用 它机器本身自带的这个笔记应用 这样写作的感觉的话 其实它跟它本身自带的这个笔记 APP它的写作它的刷新啊等等 其实都是一致的 有了这个应用之后 你完全可以使用 OneNote WPS还有印象笔记等等 其他的第三方笔记应用 去在你上课的时候呢 去做一个笔记 还有你在你开会的时候呢 去做一个会议记录的一个书写 但是这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就是我发现 当你的手放在这个设备上面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手一直在移动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笔记断触的问题 如果你把手抬起来 然后你再写字的话 这不会出现这个断触的情况 这是目前这个功能里面的有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 但是很显然的话 这个功能有绝对比没有好 而且这个问题呢 并非不能够解决 比如说通过在点栏设置一个快捷键 点击一下禁用手处 这样你在全局手写的时候呢 你只使用你的笔进行操作 禁用手处之后呢 这样让你的手指在写作的这一块区域的话 你是不能够这样子去用手指去拖拽这个页面的 但是你的手指仍然可以去点击这个菜单栏的选项 相似的功能 其实我们已经在文石的笔记功能里面已经见到了 文石这个笔记里面提供了一个禁用手处的按钮 当你点击一下你就能够禁用手处 这个按钮打开的时候呢 你能通过手指去操作这个页面 包括拖拽缩放啊 但是当你点开禁用手处之后呢 你的手指呢就没办法在这个页面上进行拖拽 和点击的任何操作都不行 从而避免让你在用手写笔进行书写的时候呢 你的手有一个误处导致你的手写不准确 还有笔记断掉等等问题出现 但是点开禁用手处之后呢 你的手是仍然可以去选择菜单栏里面这些选择选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只是禁用你的手指在这个笔记的页面操作的一个功能 并没有禁用你的手指在菜单栏上面进行操作的功能 实际上目前大我虽然并不提供这个功能 如果你的手放在这个屏幕上去 然后一边去写作的话 这个屏幕就可能会动一动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笔记断触 还有就是笔记不准确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手直接是压在上面 就是你写作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尽量保持你的手不动的话 这个误处其实也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会对你的这个写作的舒适度啊 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写着都习惯于在纸上 至少我个人是这样 我写着的时候一般习惯于在 手在这个纸上动了动去 动了动去是吧 我们来试试看在WPS里面 在PDF里面做笔记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像在Winnot里面这么顺畅 我们先打开全局手写 选择手写模式 打开这个WPS的批注功能 我们发现其实效果也是很好的 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也不会有这个 但是这个断出好像又回 断出的问题又回来了 如果不把手指放到这个机器的页面上去 就不会有这个断出的问题 打开全局手写模式的情况下 在上面做批注的时候 做笔记的时候 跟在机器自带的APP 跟在机器自带的笔记APP上面 做批注的刷新速度是完全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全局手写里面的另一个手写模式 就是图片模式 图片模式的话是禁用笔操控 也就是说你没办法用笔 在这个上面去操作这些东西 所以插单栏也没办法裁作 你只能在你写完之后 你写在一个图片上面写写画画之后 然后你再通过手指去点击这个插单栏 去实现这个选择 比如说现在我要选择绿色的 然后选择绿色的 然后这个笔就变成绿色 我再选择选择红色 就变成一个红色 那我在图片模式下写写画画做完之后 我要保存怎么办呢 直接就是用手指 记住一定是用手指操作 不是用笔操作 来点击这个设置 然后再在这里面点击超级截屏 然后我们刚才写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就直接就是 就是保存了这个截屏的图片里面去了 OK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在这个页面上做的一个批注 然后被保存为这样一个图片 也可以在其他任何的页面上面进行标注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这样我在下一次更新视频的时候 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视频的推送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